当地时间3月5日,国际知名的网约车平台优步在香港宣布推出优步闪服务 香港是亚洲第四个推出地区 优步闪是一款手机服务软件,为用户同时配对出租车及优步服务 该平台推出的目的是让当地合约车司机和优步车共存 增加合约车司机收入,优步闪上轿车费用是及时定价,和优步平台相同 优步公司早前表示有意与香港公司的公司 香港天城汽车集团合作,由天城汽车主要参与优步闪轿车服务 但在记者会举行前夕,却传出合作触交 3月4日,香港38个出租车团体联署抗议优步与天城汽车合作 近30名业界代表在海关总部抗议 将部分优步车的车牌号码、司机姓名以及驾驶路线交于海关 促请政府执法,团体认为天城汽车规模小,并不能代表业界 并批评优步涉嫌非法载客盈利,属违法行为 同时影响司机生计和业界生态 优步宣布暂时终止与天城汽车的合作 天城汽车也没有派代表参加记者会 优步发言人表示,目前已有出租车司机以个人形式参与优步闪并提供服务 乘客即日可使用服务,不过根据香港法例 出租车若没有按表收费即属违法 优步发言人则辩称优步司机是以包车形式提供服务 强调过程完全合法